莱斯利·赖特正经历人生的严峻考验 她曾是好莱坞的明星 凭借一部电影获得奥斯卡提名 前途光明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的生活却因个人选择和外界压力变得支离破碎 影片通过一系列的闪回镜头 展示了她过去的辉煌与现状的巨大对比 使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她生活的巨大变化 莱斯利的生活陷入了酒精和毒品的深渊 她的事业也因为这些问题逐渐停滞 她失去了自己最珍视的东西演绎事业的机会 也失去了家庭的支持 她与儿子的关系变得紧张 甚至几乎断裂 她的母亲对她的生活选择和对家庭的忽视充满了怨恨 这使得莱斯利更加陷入孤独和绝望之中 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莱斯利 因一次醉酒后暴力事件被送往康复中心 这个康复中心不仅是她借除毒瘾和酒精的地方 更是她内心自我救赎的起点 在这里 莱斯利遇到了艾伦斯蒂芬鲁特士 一位充满智慧和耐心的心理医生 艾伦的角色是影片中的关键 她不仅帮助莱斯利面对自己的问题 还教会她如何从根本上修复自我 艾伦通过一系列的心理疗法和深刻的对话帮助莱斯利认识到 她的痛苦和行为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心理创伤 莱斯利开始回顾自己的过去 面对那些曾经使她痛苦的经历 影片通过细腻的叙事和强烈的情感冲突 展示了她的内心挣扎 以及她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出阴霾 在康复中心 莱斯利不仅要面对自己的成瘾问题 还要面对其他患者的挑战 她结识了许多有着相似经历的人 包括凯文、马特修斯士 一个曾经的摇鬼乐手 凯文的故事与莱斯利有很多相似之处 她的经历成为了莱斯利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镜子 两人在共同的康复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并互相鼓励 共同克服了许多困难 电影详细描绘了莱斯利在康复过程中经历的起伏 她有时会因为回忆起过往的痛苦而情绪崩溃 但在艾伦和凯文的支持下 她逐渐开始重新建立自信 在一次重要的疗法小组讨论中 莱斯利勇敢地分享了自己对过去行为的悔恨 这一幕展现了她内心的真实和对自我修复的坚定决心 随着康复的深入 莱斯利决定重拾她曾经的演艺梦想 她开始尝试参加一些小型的试镜 虽然面对的是一些并不重要的角色 但她对自己重新进入演艺圈的渴望和决心依然未曾改变 电影通过极常紧张且感人的试镜过程展示了她面临的挑战 以及她如何在这些挑战中保持勇气 莱斯利的第一次试镜并不顺利 她的表现没有达到导演的期望 这让她感到沮丧 然而 艾伦和凯文的鼓励让她重新振作 她开始调整自己的状态 继续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 电影通过莱斯利的努力和坚持 展示了她在职业复苏过程中如何克服自我怀疑和外界的压力 在职业方面逐渐有了起色的同时 莱斯利也开始努力修复与家庭的关系 她与儿子的关系尤为复杂 莱斯利的儿子孝恩·门德斯氏 在她沉沦的岁月中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对母亲充满了愤怒和失望 莱斯利试图通过亲自回到儿子的生活中 弥补她的过错 并恢复他们之间的联系 电影通过一系列感人的家庭场景 展现了莱斯利努力修复与儿子关系的过程 她主动承担起母亲的责任 试图挽回儿子的心 虽然这段关系并没有马上得到完全的修复 但影片展示了莱斯利为家庭努力的真诚和坚持 她的努力逐渐得到了儿子的理解 母子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影片的高潮部分是莱斯利在一次重要演出中的成功 她终于获得了一次能够证明自己的机会 这次演出不仅是她职业生涯的复苏 更是她个人成长和奋斗的象征 她在舞台上的表现充满了力量和感情 赢得了观众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 这个时刻标志着她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的双重复苏 电影的结尾展现了莱斯利与母亲和儿子一起庆祝她成功的场景 这一幕充满了温馨和希望 象征着她在经历了艰难的自我救赎之旅后 终于找到了内心的平和和新的开始 虽然她的生活中仍然存在一些挑战 但她已经有了重新开始的勇气和信心 这莱斯利是一部情感丰富 深刻动人的影片 讲述了主人公莱斯利赖特从人生的谷底 到重新找回自我的励志故事 影片通过真实的情节和细腻的角色描绘 展现了个人救赎的艰辛过程 以及在面对困境时的坚持与奋斗 无论是莱斯利的职业复苏 还是她与家庭的修复 都充满了感动和启示 如果你对充满真实情感和人生挑战的故事感兴趣 这莱斯利绝对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